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油條,我是游輪的游 上集跟大家說過冰島的三日游 既然叫做老油條 我想大家應該明白,冰島只是我的前菜 游輪才是我的主菜 上次有很多老友留言問我,究竟上了哪一艘船 我看到有些聰明的你已經猜到了 如果從上期的片尾這麼遙遠看到就可以猜到 看來你也是老油條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次我上的游輪是水晶奮進號Crystal Endeavor 遙遠如果真的靠看外形,可以猜到是Crystal的船 對Crystal一定有慎常的理解才行 水晶奮進號是水晶游輪旗下第一艘的游輪 即是極地遠征類的游輪 去一些普通游輪去不到的行程 之前說環遊世界系列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Crystal的游輪行程 大家都明白了,Crystal 本身的Ocean Line 那個航線已經不是在走尋常的路了 其實這個做法真的很有道理 如果可以負擔Crystal 游輪的話 這種游客很大部份已經去過很多世界第一線的大城市 他們要看的並不是文藝復興的年代建築 更加不是去歐洲買手袋那一隻 而是真真正正用游輪去世界 平時坐飛機也很難到的角落 當然,Crystal 的食物和服務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不過這些就留在說食物和下雨路再說 Crystal Endeavor 其實是比Crystal的Ocean Line 已經在升一級了 因為這艘船的獨特設計模式 就一早已經注定了它不是平凡的游輪 Crystal Endeavor 水晶粉進號 2021年船,2萬噸 載客量200人 工作人員206人 遊客員工比率差不多是1對1.03的水準 即是說1.03個工作人員去服侍一個客人 這是本來的設置,但因為疫情的原因 Crystal Endeavor 暫時載客量會是當初的60% 即是說,在這段時間上船的話 整艘船最多最多都是載120人 不過我的水船就出奇了 只有70人左右 但船上的工作人員並沒有減少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艘船已經推遲下水 由3月推到7月 再因為某些國家對郵輪禁令的原因 所以船的行程也一改再改 有部份遊客對情況不太明朗 所以決定取消不去 不過我確定,對於他們取消的選擇來說 對於他們,絕對是一個損失 這次對於我來說是十分幸運的 去一艘船,但有超級遊艇的體驗 但對Crystal來說就一般了 工作人員一樣多,但客人少了那麼多 最主要的是,以這艘船的遊客空間比 意思是以吨位數除以載客量 其實這艘船本身也有100個單位 平時我們去的大郵輪遊客空間比 只有50至60左右 所以就算水晶奮進圖上了200人 根本每個人都會有足夠的交距離 都可以做到的了 這期去郵輪,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體驗 我就知道大家應該會好奇 這種體驗究竟需要付多少錢 首先和大家走一艘船 再慢慢一路說錢的問題 現在和大家由最低層的三樓開始走 這艘船的三樓,我覺得已經很刺激了 因為要坐在SOLIA的動力汽艇 通常都在三樓上艇 所以三樓有一個叫Mud Room的地方 這地方是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有玻璃門要按鍵才能進入 是不是很壯觀呢? 應該是大家未見過的 一進去,一排都是這些Boot 這間房間的溫度比中央溫度高3至5度左右 所以有玻璃門關著去補暖 因為去到極地時,有機會會濕身 Mud Room就是給大家換衣服 所以要特別暖一點 而插著一對對Boot 就是有風筒可以清潔到Boot的功能 每一個遊客都會有自己專屬的Locker 專屬的Boot 當然不少就是專屬的救生衣 因為每次上SOLIA的動力汽艇時 都要先穿一件救生衣 如果是Wed Landing 工作人員就會提醒你穿這些Boot Wed Landing的意思是 要踏水才可以上岸 當然,在不同的地方 多數的地方都不會是Wed Landing 而另外,這邊是爬獨木舟專用的衣服 感覺上有一點回鄉養魚的感覺 轉過來這邊就是出口 好,這就是稍後會帶大家坐SOLIA的出入口 過來這邊就會有另一間Mud Room 大家也會留意到 這種Boot跟剛剛對面的Boot是不同的 這種Boot是專屬於爬獨木舟用的Boot 這邊也有另一個SOLIA的出入口 很貼心地在出入口有個咖啡的部位置 還有可以收拾熱巧克力的 轉過來這邊就是洗衣和乾衣房 全部都是免費的 還要送洗衣液和乾衣紙 看到這樣的三樓設計聰明的 你應該會知道 我稍後會找一集說說 爬獨木舟和SOLIA的動力汽艇體驗 接著就來到四樓 四樓可以說是將美食和娛樂 集於一身的流程 第一時間帶大家來這邊看看 UMI UMA & The Suzy Bar 這個壽司Bar是屬於Crystal的特色餐廳 不過這個特色餐廳有少許不同 它是不需要收費的 在Crystal Endeavor 只要有鬼的話 就無限次可以進來吃 但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水晶尚寧號和水晶合韻號 就應該限定吃一次至兩次左右 這裡竟然有賴製飲 這瓶酒在多倫多想買也買不到 還要免費任喝 問你服味 當然除了賴製之外 這邊還有各種各樣 不同的清酒可以選擇 過到Porsai 這邊就更加豐富了 首先來到Crystal Cove Crystal Cove 基本上是一個多功能的酒吧 怎樣多功能呢? 因為這些極地郵輪 它們不同於普通的郵輪 普通的郵輪有十間八間酒吧 還有一個很大的會場 也一點也不奇怪 但Crystal Cove在這裡 會充當著酒吧的場地 開會的場地 聽歌跳舞的場地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開團集合的場地 穿過Crystal Cove之後 就會看到一間賭場 霧霧霧霧霧霧 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可觀 不倒兩手 怎會對得住自己呢? 22 真是一個好數字 美女可觀真是旺我了 贏了錢還不快點走 還是繼續跟大家說回船 通常這些郵輪都會有兩個吸煙區 這邊就是第一個 Connoisseur Club 正確來說 這裡就讓人吃雪茄 和喝威士忌 裝修就正正好像美國古舊的雪茄店那種感覺 大皮梳化 還有很多很多很有味道的擺件 一坐下來就不想走 當然啦 這句話只不過是對於吸煙人士來說 然後來到船尾位置 就是跟普通的郵輪一樣 最重要的主餐廳 不過進入主餐廳之前 還有另一間餐廳 意大利餐Preggo Preggo是屬於一間兩用的餐廳 第一用就是Preggo意大利餐 屬於水晶郵輪另一間特色餐廳 不過這間特色餐廳也一樣 不需要收費 在水晶粉浸號 只要有位置 就可以無限次進來吃 我記得水晶上陵號和水晶合運號 都是限定一次或兩次左右 放心吧 我已經幫大家吃了 遲些有機會慢慢跟大家介紹 另外第二個功能 就是Preggo The Vintage Room 這個要收費 價格大概是250美金 一個人一餐 它的特色當然是美味和特別 最主要的就是 它是一個6個程式的意大利餐 再加上不同吃不同的程式的時候 也會有不同的酒的Wine Pairing 令你可以體驗食物和酒的完美配合 說到食物和酒完美的配合 就不得不趕接下來的主餐廳Waterside 大家可能看到這間主餐廳不太大 不過不要忘記 這艘船只有200人 金水船只有70人左右 所以每次我過來吃飯的時候 無論是前後左右 都是沒有人坐的 絕對有足夠的社交距離 再來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桌與桌之間的距離 就算是一隻大隻佬 也可以順利通過 絕對沒有問題 我真的很喜歡Crystal Endeavor 那種裝修模式 低調得來又有特色 例如牆上的裝飾、吊燈設計 每一張椅子都十分有質感 細心的你可能已經留意到 這些椅子是不同顏色的 而是混合和配合的 但配合起來又有很調和 不會有任何違和感 無論是餐具、杯 甚至是一張墊底的餐布 它們全部都是一個名牌 我記得墊底的餐布 如果省賣的話 就要15元一塊 另外,我留意到 餐廳工作人員的細節 每次收、放下刀刀叉叉 或者器皿的時候 它們給我的感覺 就像放下一個嬰兒一樣 那種溫柔的程度 真的不會發出一顆音 不單單在遊客面前 大家看到我 為了拍攝 經常在不應該出現的時候 在這些地方出現 但我絕對沒有聽過 任何杯杯碟碟 互相碰撞 而發出任何一顆聲音 可以說這些溫柔和細心 已經密密地植入它們的血液裡 說完四樓之後 就要上五樓看看 五樓船頭的位置 就是一個前桌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可能是我見到 這麼多郵輪最小的前桌 但絕對是服務態度和能力最高的前桌 它比我媽媽更清楚我的需要 比我老婆更溫柔體貼 每次看到我 都會提醒我 吃早餐 喝咖啡 穿多件衣服 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等等 只要有特別是 給我的信件送到房間裡 然後我再看到前桌 他們一定會問我 你有沒有收到那封信 我經常都懷疑 究竟是我華人的面孔 這種比較獨特 令他們有特別的印象 還是這種正正是 超級遊艇會俱樂部的服務呢 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輕食物的位置 都是放一些煙肉、火腿、水果、小食 麵包、三文治、杯麵等的食物 唯一對這裡有一點點意見 就是如果他們的杯麵 肯用回合味道就最好了 之後過來這邊 就是雪糕和咖啡的 Station 我夠膽說 全船最好喝的咖啡就是這裡 前一點就有個醫療中心 經過水船之後 我和船上的醫生已經很老友 至於為什麼 遲些跟大家再慢慢解釋 現在離開五樓船頭 去船尾看看 首先我們會到達一個Crystal Life Spa 訂了Spa的話 在這裡進去做就可以了 而對面就是一個髮廊和修夾的地方 修夾我沒有留意 不過原來剪的男子頭 其實也沒有想像之中那麼貴 我記得也是45元美金 就可以做到洗剪趨了 其實相對來說 也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之後就是一個健身室 裡面有幾部跑步機 單車機 小量的健身器材 不算太大 但該需要的都已經夠用了 再向船尾走 就是跟著名珠寶箱合作的珠寶店 而另一邊就是 主要買合作款的衣服、書包等等 在這裡我就是一個意見和差評 大家也知道 我有鋪引來收集郵輪的模型 但暫時Crystal Endeavor 沒有出這種模型的產品 這對郵輪發燒油來說 的確有點失望 之後就來到這邊的Market Place Seahorse Pool和Solarium 首先說說Market Place 跟普通Market Place一樣 也是一個自助餐 雖然是短短的一個沙律巴 再加上一張熱食桌 食物不算多 但質素十分好 大家記得 我們現在去極地 別人的背包客要走很久 揹著很多東西很辛苦 才能到這些地方 本來是靠吃乾糧 吃野果去充饑 但我們還可以吃五星級的自助餐 符符何求 同時就要說到Solarium 一個270度全玻璃天幕的玻璃屋 再加上一個Jaguchi 你可以想像一下自己浸在Jaguchi 同時又有不極光 又或者在南極破冰的時候 那種感覺多麼偉大 這船遲些還有機會去做南極的行程 因為它帶有PC6的破冰級數 夏季可以在北極水域行駛 而冬季可以在亞極地水域行駛 金水船因為人少的關係 我有機會可以跟船長來過直接的對話 學到很多關於這船的建造 和破冰的知識 和高人對話是一生受用的 最後要說說Seahorse Pool 這不是普通的泳池 而是室內泳池 你說這句話是多廢 隨著不同時間 這泳池可以升降 開的時候降低,然後開水 而不開的時候可以升高和放水 當然,去到極地大浪的時候 這些泳池絕對不會開的 這個設計真的很聰明 對於極地游輪來說 是十分有這個需要的 Salarmium 除了五樓船尾之外 只要上一條樓梯 就會延伸到六樓船尾 在六樓的感覺上 觀看沒有五樓那麼好 不過平日坐下吃下吃下吃 其實是一個很正局不錯的地方 接著就帶大家去一個更正局的地方 六樓的船頭室外吸煙室 不是很多人知道這個地方 因為整個行程風也算比較大 所以船公司很多時候都不建議遊客 過來船頭這邊 或者可以讓大家看看 我作出少少犧牲 船頭這個景觀真的不少 如果天氣好 還可以享受室外的Jaguchi 在這個船頭 真真正正有一種 I'm king of the world 那種感覺 因為船小 很多地方都可以停到很近市區 只要一踏入市區 風相對來說就會比較上勢 船長的控制室就在八樓 轉頭帶大家去看看 不過我認為六樓這個船頭Viu 絕對不會輸船長控制室輸得多少 那你覺得呢? 這船的六樓和七樓 基本上都是客房 沒什麼好介紹的 其實也不是的 有幾間天價的套房 有機會跟大家慢慢了解一下 分享一下 現在就移動到八樓 船長控制室看看 這個很有型的就是我們的船長Nikolas 十分好人 一直跟我介紹船長的控制室 有問就必答 無論我的問題是多麼低B 其實船長的控制室 我也參觀過不少 不過這次的確確 第一次在外面這麼美景的時候 上來參觀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看看大家 其實現在是Action 他們正在開船的時候 我過來參觀 其實我也擔心 有一點阻礙別人開船的感覺 不過我只不過是要求拍攝 船長選擇這個時間給我 我猜他就是想我拍他出山的片段 以及各個型男很認真工作的狀態 他也幫我想起100%專業 剛剛說過 這艘船除了可以破冰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很有型的 就是自動穩定系統 如果在海中心想停下來 他可以不需要落矛 郵輪自己有穩定系統 可以令自己定下來 這種定法是打風打不動的感覺 隨著這艘船落到南極 我相信越來越多有趣 而我又不知道的功能 慢慢會浮現 就像船長所說 Crystal Endeavor 是同類型的市場上 最高科技的郵輪 看完船長控制室之後 就要看看直升機 八樓船尾是直升機升降的地方 當Crystal Endeavor去到南極 就會多配置兩部直升機 就在這個位置出發 聽工程師說 這兩部直升機 平時會放在門裡 如果有需要用的時候 就會打開門 在H起飛 我沒記錯 價錢應該是$899一個人 如果按照船費的比例 和直升機可以在郵輪上 直接起飛的體驗 我覺得899元美金 是比得過的 因為它一定可以帶我們去看 很多關於南極的秘密 坦白說 普通通的阿拉斯加冰川團 坐直升機的也要$600元美金 為什麼Crystal Endeavor 自備直升機 在船上出發的南極團 不值$899美金 接著來到九樓看看 九樓船頭的部分 就是一個Library連通Pantry 我讀書少 你真的不要騙我 船上還有人看書 不是阿花 其實真的有 我偷聽到幾個船友 竟然在討論 說這個Library有些書 在外面是沒有的 我就不敢說這件事的真確性 因為我這麼大的兒子 還沒真正正看完那本書 還是說回Pantry仔 這個Pantry仔可以喝咖啡 Hot Chocolate 或者紅酒、白酒、啤酒、汽水等等 這些東西都可以給你喝 是免費的 對面有一個Expedition Lounge 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 這個Expedition Lounge 真的小 但裡面的知識 十分強大 因為裡面有一個Expedition Team 這班人 每個人都是某方面特場的專家 如果要說他們的強大 基於我對他們的尊重 我們必須另外開過一集去說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別人是專家 究竟跟我們有什麼事 但事實上是這樣 我們不是說一出生就懂得審美 懂得欣賞任何事物 如果有這對專家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 有師傅可以帶我們入門 通過了解某一個事物 去學會辨別欣賞和審美 學習到之後 再發展自己的興趣 有機會可能你會很喜歡極地的郵輪 只不過暫時是說 你未必知道如何去欣賞他們 這班專家 就是教你如何去欣賞這件事 之後就來到九樓的Pump Court Pump Court其實是屬於一間酒吧 不過再次重申 在Expedition 郵輪裡 沒有東西只有一個用途 Pump Court和Crystal Cove其實是一樣的 具有不同的功能 一個多功能的酒吧 調酒表演、旅行團 以及當地的知識教學 唱歌、跳舞、表演等等 喜歡的話 還可以靜靜地喝兩杯 也是一個十分舒服的地方 如果坐到門的話 又可以走到外面休息 看看好風景 回頭再繼續喝 反正也不用錢 最後來到十樓 十樓是屬於室外層數 一定要走樓梯上 沒有電梯可以上去 一走出來 就是一個室外的酒吧 天氣好的時候 這個酒吧是會開放的 然後過來前一點 就會看到一堆沙灘椅 可以讓大家曬太陽 看看兩邊 就有我覺得很有型的 Soldier 動力汽艇 我估計也有十幾隻Soldier 艇 每隻可以載到十幾個人 就算全船滿了 應該夠了 今天隨隨便便和大家走過Crystal Endeavor 老實說 隨著這個船不斷發展 我相信還有很多功能在開發中 例如說 如果他們走熱的行程 在三樓那裡還有一個Marina Deck 這個Marina Deck 其實如何形容呢 就是等於遊艇後面 可以直接跳下水的設置 還有潛水艇在游輪上 將極地和奢華結合在一起 究竟是什麽概念呢? 只靠行船 又怎能夠我講得完呢? 之後我會推出一連幾集 關於Crystal Endeavor的體驗和郵寄 看看這隻最便宜平均 每晚都要1500美元的郵輪 究竟值不值得我們期待 如果大家對於極地遠征的郵輪 有什麽疑問 就即款提出 好,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拜拜! dest妙 敲遠 敲遠 常能 我